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今天仍然是如是可民 今天跟大家講的就是一本在世界上很出名的一本書 通常人們就說它是一本兒童的小說 其實我覺得不止是很適合看 成員人都非常適合看 它第一次出版的時候已經是20年前了 1997年6月26日就被香港回歸早幾天 這本書非常之出名 在倫敦出版 在《金圍戰》這個作家叫羅琳 羅琳筆下的小說已經蜂魔了全世界的讀者 曾經它出了七本書 為什麼七本呢 就因為它裏面的主角哈利波特 就由一年級中學開始 就一路讀書讀到form 7 英國製七年級 所以就將它在魔法學校 法德華茲的生活和她所遭遇的神秘的身世寫下來了 這個她有她的計劃的 有羅琳計劃 羅琳這個女士的命運都非常坎坷 當年她就在蘇格蘭的外丁堡裡面居住 而且在那裡就開始寫作 那它這間咖啡室呢 現在還在那裡 咖啡室在那裡 可能要很少的食物和飲料 就開始霸著那個位子 就用一支筆 那時候未必用電腦 用一支筆來寫她的小說 這個這樣的地方 今天就變成一個旅遊的景點 很多人都去蘇格蘭的愛丁堡 裡面的這間咖啡室的一角 參觀一下羅琳當年寫作的地方 她當時還要照顧著個女兒的 她剛剛從個丈夫離婚 要養著個女兒 寫這個小說的時候 是非常之貧窮 全靠的稿費就可以生活 當年不是很多人看重她的著作 也不是很多人會欣賞 當然我們講講羅琳 為什麼她要用一個這樣的名字來寫作呢 這是她的真名來的 因為她的出版商不想別人知道她是一個女士 所以在她的寫作裡面她用了一個 英文所謂簡單的字母 她代表了她的名字 羅琳是她的姓 直到後來成了名之後 仍然因為這個是招牌 所以現在經常人都清楚用羅琳的名字 當年是連名字都受到出版社的控制的 可想而知 那時候是多麼依賴出版社的籌金 來到生活 當然她這套最早的著作 在開始買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熱烈的 漸漸有口碑 越來越多人買 第一套叫做哈利波特 還有魔法石 稍後我們講講魔法石 是一件什麼事 世界上有沒有 究竟是不是有魔法石這樣的寶物呢 好了 當年出版社的第一版 為了她的首告 現在是值錢的 現在拍賣行裡面 是一個相當巨額的拍賣品來的 尤其是首告 因為她用筆寫的 而且她不斷地改 改她的內容 所以這個更改過的首告更加是一個值錢的 你記得有一套電影 就是她要求的條件 就是要知道羅琳第五本書 後面裡面的故事的脈絡是怎麼樣 提早知道 是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口 當然這七本書 當然這七本書 不是說好像香港那樣寫到那裏 就當日想到那裏 在她的複線來看 所以我們看到羅琳一早已經佈下了複線 任何的人物的出場 都是有她的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歷役是她成為拍電影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她是用人物性格創造劇情的 她的人物性格 這三位小角色 哈利波特和榮波 還有她另外一個由Emma Watson做的妙麗 都是一個很受人歡迎 性格很突出的角色 其他的裡面的角色 無論是在學校裡面的校長 教授和國科的主任之外 那些同學都是很有格調的 很有特色的 即使他們的大奸角 佛地摩也是有她的身世 和她很重要的法術的來源 她和哈利波特的關係 那出之這七本書 暢銷之外 在美國也是得到發行商的垂清 也是在英語的世界 差不多是拍得住當年的沙士比亞 當然裡面的故事 裡面有很多很多冷門知識 是學校不教的 學校未必教的 但是在西方的人士來講 他們對於魔法是相當之有興趣 而且日常生活裡面 也是經常見到這些魔法的傳說 這可能跟他們的宗教 當年是消滅這些魔法是有原因 是禁止 越禁止 可能越是多人想去知道 這七本書 總共拍了八部電影 都是大製作來的 都很好看的 真是步步驚心 一本書的內容 當然比一部電影多很多 但是改編的時候 這個作者也參與 他的電影編劇和導演 也是很有心思 把故事的脈絡 完全交代得很清楚 《美》那時候 因為第七本 因為要賺多點錢 所以拍成上下兩集 總共拍了八部大電影 不止 全球上映收睇的票房 也是很大 真是幾十億的 總共在首輪得到75億美金 這個當然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在全世界來說 都是很多年輕人 等著排隊等他出版的 也是使得到全世界的讀者風蛾 曾經是譯出幾十種語言 中文我看過 就是有台灣譯的 還有國內大陸譯的兩種譯本 他們的譯名就有些不同 當然 也是有譯錯的地方 譬如Yales Party 這個Yales Party 大家都譯了做聖誕節 其實在哈利波特 他們說無私魔法的時代 是不承認有耶穌 也不承認有聖誕 所以這個是一個 Celtic文化裏面的節日 Celtic文化裏面的節日 是代表太陽那天 12月22、23 兩天是開始慢慢 在北回歸線那裏走回頭 那就是說 日頭是每一天的陽光 是比照天陽光多 也是人們非常期望的事 黑暗的漫長的冬天 慢慢就會消失 會過去的了 所以開派對 來慶祝這樣的春分 所以它不是聖誕節來的 不是聖誕節的冬會來的 所以呢 如果是對Celtic文化 或者西方文化 稍為疏格了一些的 他們都可能會譯錯 那當然呢 另外有一個笑話就是 無論是台灣或者大陸 他們一見到英文的原著出版之後 就馬上派人分段 分開了角色來去急譯 很快就這樣譯了之後再教對 所以盡早出版 以響應讀者的要求 在西方呢 也見到呢 很多小孩子或者大人都是 去到呢 這個出版社 或者呢 大的書局 門口好像輪飛這樣 好像輪世界杯飛這樣 好像香港輪買樓的隊伍一樣 隔夜呢 已經呢 是去輪隊等出版的了 所以呢 當時是一個非常蜂窩的現象 來的 好了 今集呢 我在下半段呢 會跟大家講講 在這個 哈利波特的魔法裏面 他出版出20年之後呢 英國BBC呢 就為他呢 出了一個紀錄片 另外呢 出了兩本書 都是紀念這個 這本這麼轟動的世界的 所謂兒童的刊文 的出版 羅琳呢 羅琳呢 也沒有繼續寫下去 他當然呢 之前說過 他會寫一本呢 這個魔法的 這些魔法的來源 和Encyclopedia 百科傳書 但是到現在還未出版 他出版了兩本其他的書 所以呢 下半段呢 我們會再跟大家呢 去進入這個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重要的事件 究竟 哈利波特的魔法 有沒有真實性呢 下回分解 請大家呢 繼續收聽 等幾分鐘之後呢 就會跟大家呢 繼續講及的了